好,那么啊,刚刚我们给大家说就是版本的创建与回退啊 你记住,版本的创建呢,就包括这两部啊 你编辑完一个文件之后,你想要去创建一个版本 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add,先add,然后呢,再commit 它就帮你呢,去创建一个版本记录 然后你要回退版本记录的话,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是get reset,刚刚hard 后面你,你要回退到当前版本的前多少个版本 就用那个,你可以用hard加上一个上建功号 或者是几个上建功号来表示啊 那么,你回退到某一个版本,你还可以使用 get reset,刚刚hard后面跟上一个版本号啊 进行一个回退啊,进行一个回退 OK,那么,然后呢,再往下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get里面,它有这么两个概念啊 两个概念,一个呢是工作区 另外呢,是一个版本库啊 那么,什么是工作区 就是你电脑上啊 你编辑文件的目录 你编辑文件的这个目录啊 get帮你管理的这个目录 它就是你的工作区 在我们这边的这个get test啊 它就是我们的工作区 我们编辑这个文件 就是在工作区里面进行一个编辑啊 你在这个,比如说我要编辑这个文件 我就是在这个工作区里面进行编辑啊 这是工作区,然后对应工作区的话 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版本库 那么刚刚我们在初始化一个版本库之后 我们给大家看到了一个隐藏目录,对吧 有一个叫做.get啊 那么这个隐藏目录呢 它就是这个版本库啊 就这个版本库 OK 那么在get的这个版本库目录里面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域啊 这个区域呢 叫做暂存区啊 就是暂存区啊 暂存区的一概念啊 那么刚刚呢 我们给大家讲的啊 我们创建版本的分为这么两步啊 其实第一步的话 get add啊 就是首先你在工作区里面 去编辑完一个文件之后 那么你get add呢 就是把文件的修改 添加到这个版本库的暂存区里面啊 这是get add它的一个秘密 然后呢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使用这个get commit啊 去提交创建版本 get commit呢 就是把你暂存区的修改 把你暂存区的修改 提交过来 创建一个版本 记录啊 这是get commit它的一个秘密啊 其实呢 在我们这边 就是在这边啊 工作区版本库的概念啊 那么你在这边 你get add的时候啊 你在这里面 你get add的时候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添加修改到暂存区啊 这是我们的get add 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get add 那么这个命令的作用 就添加修改到暂存区 OK啊 这个命令的作用啊 就是添加修改到暂存区 OK OK 那么你使用get add呢 把修改添加到暂存区之后 你就可以呢 去创建一个版本记录 那么创建版本记录的话 我们说就是用这个get commit啊 你可以在这边 直接呢 使用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我们可以呢 使用这个get commit啊 get commit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get commit啊 get commit 它的作用呢 就是创建版本记录啊 创建版本记录 OK 创建版本记录 那么创建版本记录的话 怎么创建呢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图 你每创建一个版本记录呢 就会给你来这么一个点 对吧 来这么一个点记录 你创建哪个文件 里面有什么内容 然后呢 你之后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之上呢 你编辑完文件之后 你又 你又创建了版本 它就会记录 你在上一个版本的基础之上 在哪个文件里面 做了什么操作啊 做了什么操作 然后呢 你最新的提交这个版本呢 有一个指针叫做hide 它是指向你最新提交的这个版本 OK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两个区域啊 工作区和暂存区 那么 我们 在这里面要给大家说明的就是 我们在创建一个版本记录之前 你可以多次把文件的修改 把它添加到这个暂存区 然后呢 一次进行一个提交 创建一个版本 记录啊 并不是说你编辑一个文件之后 你马上就添加过来 就创建一个版本记录啊 你可以多次进行add啊 在提交之前 OK 那么 我们这下面呢 有一个例子啊 还有这个例子 我们在这个 目录下方呢 再新垫一个文件 叫做 code to.text 然后呢 在它里面加一行 好 加一行之后呢 紧接着我再次的去编辑我们的这个code test 在它里面呢 再加一行啊 再加一行 OK 然后啊 那么 这两个我们就把它 做一下啊 那你注意 你无论是创建文件啊 还是编辑文件 你都是在这个工作区里面去操作的啊 在工作区里面 OK 那么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是首先 我在这里面使用这个touch啊 创建一个新文件 code to.text 然后呢 lso创建一个新文件 我要把它呢 去 编辑一下 编辑的时候呢 我就在里面加一行 the code to first 好 这里面 我们这里呢 编辑呢 都是在工作区里面编辑文件啊 编辑完这个文件之后呢 下面我再去编辑一下 我们之前的code.text啊 我在它里面再加一行 对吧 再加一行 我在它里面加一行 好 加一行之后呢 我这里面 我刚刚创建一个新文件 同时我也编辑了我们之前的这个文件啊 好 你编辑完这个文件之后呢 我们说这里面呢 都是在工作区里面进行的编辑啊 都是在工作区里面进行的编辑 那么 我们有一个命令呢 它可以呢 去查看我们当前工作的一个状态啊 叫做get status啊 叫做get status 那么你在这边呢 你可以看一下啊 比如我在那边 我执行这个命令 我编辑完之后 我使用这个get status OK 那么这里面呢 它就会给你一个提示啊 告诉你 你修改了这个code.text啊 你这个code.text你修改了 并且呢 下面还有一个提示 未跟踪的文件是code to.text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文件是我们新创建的啊 新创建的啊 那么是我们新创建的这个文件啊 你新创建的文件 在你爱的啊 把它爱的到暂存区之前 get呢 它就会提示你未跟踪 你不把它爱的进去 get呢 就没有没有办法帮助你去管理这个文件的内容啊 他所以呢 他叫未跟踪 那么 现在啊 我们修改了它 而且还有一个新文件啊 我们就可以呢 使用我们下面的这个 get爱的命令 把我们对这两个文件的修改呢 给它加到这个暂存区啊 你可以加两 加很多文件啊 直接使用这个get爱的 然后呢 写上code.text啊 OK 那么你注意这个爱的后面呢 它可以跟多个文件 可以跟文件 也可以跟目录啊 也可以跟目录啊 就把一个目录的修改呢 添加到这个暂存区 那比如说我要把它俩加进去 我就可以呢 直接写上code 新.text和code to.text啊 你分开写也可以啊 一行写也可以 好 回车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一旦使用这个get爱的啊 就是把 我们对code的这个文件的修改 还有这个code to 哎 这它的一个修改 那都添加到这个暂存区里面 那么添加到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继续呢 使用get status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状态 哎 它提示你对吧 然后 要提交的 变更 按注意啊 现在这两个文件的修改 我们已经都添加到这个暂存区里面啊 你就可以呢 现在 你就可以呢 使用提交去创建一个版本 记录啊 提交出现版本记录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get commit啊 一次性的把暂存区的所有修改 哎 提交 创建一个版本 记录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 你比如我在这边 我写的时候 直接写上一个get commit -m 哎 加上一个说明信息 写上一个版本 三 好 哎 这里面又给我创建一个版本记录 我使用这个get log 哎 你就会发现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版本三 对吧 那么对应到我们之前画的这个图上面呢 其实就在上面 又给你做了一个记录 又给你做了一个记录啊 哎 这个记录呢 就是这样 在这边又做了一个记录 同时呢 这两个他要跟这个之前的这个版本二之间呢 给他连起来啊 就连起来 然后这边的记录是什么呢 他就会相对于你上一个版本 做一个记录 OK 好 那么这个记录呢 就相当于我们在code text中又添加了一行 同时在这个时候你创建了一个新文件啊 创建新文件对吧 哎 创建新文件 哎 code去点text啊 然后呢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啊 也做记录啊 也做记录 OK 那么这里面我们说他只做记录的就是他只记录你的修改 相对于上一个版本做了哪些操作啊 OK 那么 然后同时你去创建一个新的版本的时候呢 这个hide呢 他就会往上 移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 就hide呢 就指向我们这个版本三啊 就指向这个版本三了 OK 那么注意啊 他之间你每创建一个版本就有这么一层操作啊 这么一层操作啊 OK 好 那么 好 这里面的是我们操作啊 那你注意 一旦你提交之后 对吧 你对工作区又没有任何修改 那你的工作区呢 就是干净的啊 你可以在这边 我们刚刚提交完之后 你可以使用这个get status 你去看一下 哎 这个时候就告诉你这个干净的工作区 对吧 你没有修改工作区的文件啊 因为你已经提交了啊 OK 那么 这个版本库呢 哎 他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样子啊 版本一 版本二 版本三 OK啊 这里面就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哎 我们get里面工作区 版本库 还有暂存区的概念啊 你编辑文件 都是在工作区里面进行编辑啊 进行编辑 那么geti的这个命令呢 它是将你对文件的修改 添加到这个暂存区 那么getcommitted呢 是一次性的把你暂存区的修改记录 创建一个版本记录啊 创建一个版本记录 OK啊 这里面就是它的一个概念啊